神级复活对战星机种马 顶级扎女与爵士海王的较量 谁将更胜一筹 这个女人是德川家第五代将军 此时无数男人跪着等自己挑选 这个男人感觉还可以 女人让男人抬起头来 结果却是燕祖变阿强 这个颜值是怎么混进来的 女人作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 宠幸过的美男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直到这天她才真正的棋逢对手 这个男人从京都来到大奥后 就各种作妖引人注意 而女将军在听说了 新来的男宠十分嚣张后 便亲自来到男人的讲堂上 然后让男人抬起头来 然而在看到此人的长相后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个男人好像年少时 最关心自己的阿万大人 然而女将军突然想到 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随即质问男人 为何要讲大逆不道的孟子 而不是讲幕府要求的文语 毕竟孟子认为大洲的激发 讨伐殷商周王是正义之举 对于世代拥戴一脉天子的日本而言 恐怕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然而阿左却回答 周王实施暴政 这样的天子已然失去了天命 激发只不过是讨伐了 失去天命的一介凡人而已 因此取得天下是顺应天命 这番话看上去虽然大逆不道 然而这却迎合了 如今德川幕府驾空京都天皇 彻底掌握政权的行为 德川家所作所为和激发如出一辙 这番话果然 让将军瞬间对他刮目相看 但是他可不能轻易输给男人 随后又问男人来到大奥这么久 为何不去拜访自己的侧夫人呢 这是不是对将军的蔑视呢 博学多才的阿左则用论语回答 是军境里 人以为产也 意思表明了自己是郑夫人请来的 如果前去拜会侧夫人 必然会被外人误认为是产妹 这个回答相当完美 男人可谓是极美貌个才华于一身 特别是他那不卑不亢的态度 与身边那些牛鬼蛇神大不一样 女将军不禁对眼前的男人 产生了难以觉察的爱慕之情 而他在临走时让阿左通知郑夫人 明天一起共进午餐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落入男人圈套 阿左从京都来到江湖 已经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这一切就是为了吸引将军的注意 而他自己一是对将军一见钟情 二人便开始了极限拉扯 第二天将军果然上钩了 他向郑夫人提出 要让阿左成为自己的侧室 郑夫人说只要又为门左同意即可 这一刻男人期待已久 他从京都来到大澳 就是为了能够礼乐龙门 随即轻轻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后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接着转身坚定地拒绝了将军 连郑夫人都不敢相信他会拒绝 将军也感到非常疑惑 面对郑夫人的责问 阿左说自己明年就要满35了 按照惯例不可继续事情了 不能因为短暂的欢愉 就陷入对将军的恋爱无法自拔 于是他打算向女将军要一个 能陪伴在他左右的身份就好 这却让女将军想到 母亲得川家光与阿万大人的爱情 随后问阿左到底要什么 阿左只是缓缓抬起头来 令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将军便当着所有人的面 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 顶级海王的上位手段有多高明 他仅仅用了三言两语 就博得了神级富婆的芳心 富婆准备让他吃一辈子的软饭 正是把这个男人耐为妃子 然而男人的野心却不止于此 他说短暂的欢愉之后便是空虚 自己只想得到一个 长久与将军相伴的机会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女将军在第二天的朝会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任命阿左为大傲总管 这个决定让父亲贵畅怨惊讶不已 一旁的策士也感到不可思议 唯有郑夫人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因为阿左是他招来的人 以后他和阿左将结成同盟 对抗老和尚和策夫人 然而这一切都在阿左的算计之内 这才是他来到大傲的真正目的 他也成为了继阿万大人之后的 第三任大傲总管 然而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他要一步步实现心中的宏伟目标 让这个国家重新恢复到 男子当政的时代 晚上策夫人不甘心地问女将军 他和阿左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吧 将军向他保证二人之间 绝对是纯友谊关系 策夫人见状感动地哭了起来 随后女将军还向他 透露了一个消息 说阿左提议为他建造独立的寝宫 和父亲贵畅怨的一样气派 这是他作为公主生父的补偿 策夫人文言也摸不透这是为何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 是阿左的计谋而已 目的就是让策夫人远离大傲 因为他是老和尚贵昌怨扶持的傀儡 所以先从头脑简单的下手最合适 然而接下来阿左 要面临的对手就不简单了 掌握外政的阿元很快会见了阿左 这个女人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早就牺牲色相侍奉贵昌怨多年了 他已经看出了阿左的目的不简单 两人只是在一番相互试探之后 女人便开门见山 问他究竟是使出了 什么手段蛊惑将军 竟然能够做到一步登天 他嘴上说自己如今的地位 乃是多年来牺牲自我 只为将军而活才换来的 然而阿左只是风轻云淡的回答 或许这只是将军的意识兴起 女人见这个男人诚服很深 便挑衅地问起他 几天前他还是怀才不遇的越南 今日所有梦寐以求的东西 结成了掌中之物 瞬间得到荣华富贵的感觉如何 然而阿左的回答却出乎意料 女人怎么可能相信这种鬼话 他却不知道这是男人真正的想法 只是警告男人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晚上阿元就找到了贵昌苑 说阿左这个男人非同一般 然而老和尚却镇定自若 他已经找到了应对之法 那就是去京都重新找一个 才貌都不逊色阿左的男人来服侍将军 很快男人就来到了大傲 女将军一眼就注意到了他 看这面相的确是个闷骚至极的帅哥 正好是自己喜欢的口味 看到计划得逞的老和尚 此时还不忘朝阿左轻声一横 第一回合终究是自己占了先机 阿左只是眉头一皱 心中似乎不太畅快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新来的男宠和阿左 在京都时就是朋友 他们同是公家的落魄子弟 在京都根本没有立足的机会 想要往上爬 来到大傲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刻两个男人 颇有狼狈为奸的感觉 而老和尚终究还是奇数一周 晚上女将军就宠幸了新男宠 而阿左则是按照规矩 跪在门外监听 此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这个男人真是太能忍了 心里明明深爱着女将军 每天晚上却只能端坐在门口 听着自己最深爱的女人 和自己多年的好朋友 夜夜芙蓉仗暖欲春宵 他和女将军这两个寂寞的灵魂 竟在咫尺又朝夕相处 却又不能将心意传达给对方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调教男人 为女将军事情 这正是一个满腔报复的男人 应该具备的格局 自从阿左当上大傲总管以后 他就开始了疯狂的上位计划 其最终目的就是 扳倒女将军的父亲贵昌苑 让女将军重新掌权后 自己也能实现男子当政的理想 他先用计谋将老和尚 扶植的傀儡侧夫人调离大傲 然后暗自联系多年的好友 让其作为卧底成为了老和尚的人 让好友去服侍女将军 而这一切老和尚还被蒙在鼓里 之后阿左不断在大傲里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他利用渊博的学士公开讲学 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粉丝 随着粉丝团体逐渐扩大 阿左终于有了和老和尚 分庭抗礼的趋势 眼看一切都是按计划进展的 然而这个好朋友事情半年了 女将军却没有怀孕的迹象 大家纷纷猜测他是不是不行 对此将军本人倒是不慌 毕竟女儿松子公主已经五岁了 如今天下太平 想必不会发生什么不测 可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 小公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竟然不幸夭折了 女将军为此夜夜以泪洗面 但是白天又立马装作坚强的样子 身为将军他必须时刻保持威严 然而就在阿元为他化完妆后 他终于忍不住好好大哭起来 在和阿元发泄完心中的悲痛之后 他又要继续开始宠幸新的男宠 现在诞下子嗣已是头等大事 阿左也趁此机会带将军出来散心 这时湖面突然传来一阵笛声 将军好奇地忘了过去 只见传上一个美男子 正在寒情默默地吹笛 这是一个寂寞的天 下着有些伤心的雨 这样恰到好处的氛围 让将军对于阿左的安排很是满意 当晚便暂时忘记了失去女儿的悲伤 与这个新来的男子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此刻的阿左内心不知适合想法 这天阿左正走在廊上时 正好看到了迎面走来的贵昌苑 他先是让到一旁以示尊重 老和尚嘲笑他从京都带来的男子 个个都是忠看不忠用 没有一个能让将军怀孕 然而阿左只是淡定地回击他 听说大人您当年也是 从京都来到大傲的吧 这话当然是嘲讽老和尚 身为出家人却贪恋权势 老和尚文言气不打一处来 两人自然是不欢而散 这也宣告二人之间的战争 正是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谁都不想输给对方 双方随后展开了 疯狂的军备竞赛 阿左从京都招来大批的工价男子 老和尚则在江湖不断挑选 强悍的五家男人 这些人都将成为将军的新种马 而成为种马的首要条件 就是身体要健康强壮 而最好的检验方式 就是让他们打一架 大傲就这样从后宫变成了战场